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22日 半人主场定取科隆 新赛季得甲第二轮为场赛事将会在本周日深夜开打 交战双方为半人以及科隆 比赛地点为前者主场安联竞技场 虽然两队在首轮际遇各不相同 但被破合的半人精突出了有主场优势外 他们近年联赛面对科隆未尝败季 加上南大王刚刚捧起德国超级杯 士气正胜的他们 必定要在主场打开新赛季联赛胜利的大门 虽然半人精下走了不少守将 但他们并非没有对此进行针对性补强 诸如达约 乌白梅卡奴以及乌理智等人均在各自位置拥有不俗的实力 以及丰富的经验 前者已经连续踢满了新赛季的两场正式比赛 并随对捧的德国超级杯 都算为其半人生涯开了个好头 至于乌理智是抑郁忌会登场亮相 毕竟扭压脚踝有伤在身 根据最新消息显示此子并不会出战本场比赛 总体而言 以众新圆和球队的磨合进度趋于良好 比起防守端的变动 进攻端似乎是半人完全无需担心的地方 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 汤马士 梅拿以及沙智 格纳比依然是半人进攻端的重中之重 单单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以及汤马士 梅拿就已经包揽了新赛季投二场 半人正式比赛的四个入球 当中波兰神射手攻入了四球中的三球 入球效率之高 依然令人汗颜 更为关键的是 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 更是在过往面对科隆的比赛中摄入过十球 不难看出他面对科隆时信心十足 除此之外 半人主场表现向来强势 他们上季联赛主场全季战获13胜4合的不败战绩 目前他们更是取得一波跨赛季27轮联赛主场不败的佳季22胜5合 上一次联赛主场落败还要追溯到2019年12月 此番主场出击 拜仁志在迎波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兵杰文 伯华特以及中场京势力 高文等人商缺 科隆新赛季表面上一片祥和 他们进六场各项赛是能够斩获四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但实则上球队则暗藏汹涌 首先除了哈化柏林首轮联赛对手 以及拜仁此前有异赛对手是能叫得上号的之外 其余对手不过是卡尔斯耶纳以及沙夫豪森之流 即使保持不败亦不能说明球队最近状态有几fit 其次需要清晰一件事 科隆目前总身价为德甲第四低 他们只比两只升班马波琴 格雷特霍夫以及同位上级惊险完成保组的比勒菲尔德高 总体而言 科隆此等小球会在拜仁面前犹如楼椅 阵容实力方面固然无法和南大王相提并论 最后科隆此前经历了降班附加赛财经贤保组 防守表现极差是罪魁祸首 但以安卒尔 杜达以及科利安 卡恩斯为首的攻击手表现亦十分有限 更为不利的是 拜仁绝对是科隆近年来最不愿意遇到的对手 他们上次在德甲中击败拜仁还要追溯到2011年 而他们上次在德甲中做客击败拜仁便要追溯到更远的2009年 双方最近14次德甲对话 科隆一和十三副 其中最近5次交手军场失球数高达3.6球 且军场入球还不足一球 此番挥军 科隆无力迎波 阵容方面 门将舒华比和中场京势力 舒杰纳等人因伤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